过去的农村人出去打工的有不少 男男女女能出去的都出去了 剩下的老弱病残迫于无奈才留在村子里 通过打工确实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但现在村子里出现了一种怪象 不止留守妇女的数量多了 竟然还有不少男的也在家待着 农村为寡妇留守妇男数量大增 他们为啥不去打工呢 说白了 其实还是为生活做破 先说为寡妇即留守妇女 他们不是真的寡妇 因为他们的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 所以才这样称呼他们 他们的生活是很让人心酸的 既要忙地里的农活 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 得一年从头忙到尾 这些为寡妇实际上比男人还要辛苦 但没有办法丈夫出去赚钱了 自己就只好承担家中的一切事物了 再苦再累都得忍着 要不是因为孩子和老人 他们早就跟随自己的丈夫外出打工了 在外面生活消费高 孩子上学也是很大一部分的支出 丈夫稀辛苦苦赚的钱根本就不够用 再者老人年纪大了 腿脚不方便 自己要是也出去了 那老人谁来照看呢 基于现实 自己就只好留在家中了 再来说留守妇男 他们和为寡妇承担的决策是一样的 妻子外出赚钱 而自己作为丈夫则留在家中 负责养家 这一部分人他们的妻子一般来说 挣钱能力是比较强的 谁赚钱多谁出去 谁赚钱少谁留下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男的留守 是因为自身问题生病了或者受伤了 丧失了劳动能力 之所以出现留守妇男这类群体 是社会越来越开明的体现 社会给了女性更多的就业机会 女人也能顶犯边天 传统女主内的落后思想早已经成为了过去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比较重要的工作岗辈 无论是为寡妇还是留守妇男 她们的出现都是再正向不过的一种社会现象 都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没有谁比谁高人一等之说 不过这个社会应该对他们多分尊重和关爱 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农村为寡妇留守妇男数量大增 她们为啥不去打工的原因 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不知道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想法吧